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同的YouTube Channel 讲起这些环境污染 我发觉原来在地球里面 有太平洋和大西洋 有很多小小的口袋 因为水流就存在 不知道多少百吨的垃圾 就坠在一个位置 那些地方当然会有很多海洋生物 首先会阻止他们吃东西的问题 他们吃垃圾就死了 那些小鱼就死了 大鱼又没有食物 我觉得这个循环是越来越严重 自己用少些垃圾之外 就算要用也要丢 你要懂得安置它去不同地方的垃圾桶 好像我们拍摄这里 已经放了一块浇灰 有人放在那里 它就会飞到海 就是大家 垃圾是会做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被有关的人去处理的话 其实它烧了或者什么东西 都会继续这件事没有那么开 但是街的垃圾就会飞到海 海就去了添港那里 我听过惨得可能有些奇妙是 自己要自己擱散到那里自杀 因为很饿 但是很饱 因为塞了全都是垃圾 吃不到东西 但是根本个人很饿 所以就不如死去 大家为下一代的着想 保护地球 保护我们的海洋 不要放那么多垃圾到海里 来吧